大家好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 今天舊松團的一些進度 那首先就是 因為我們就是要開源節流 所以關於節流的部分 目前因為有一個項目是沒有去發電子報 這部分要花1萬 一年要花1萬多塊 那這部分我們今天有survey了一下 就是那個substack應該可以來替代這個部分 所以回去可能會繼續研究這部分 那再來回到開源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怎麼樣來 讓大家繼續有大松可以參加 那其中有想了幾個方案 其中想比較多的是一個 就讓大家可以大額 讓企業可以大額認養大松的方案 就例如說我們可能會列出接下來未來半年 可能一年的大松時間 然後跟資金缺口 然後就請大家可能企業們可以來捐款 那麼當然前提是這個企業的可能 它的調性可能不能跟GV有太大衝突 所以例如說什麼色情 博弈 軍火 高污染 產業 可能就會婉拒之類的 然後可能一次大松是以5萬元為目標 那為什麼我們會設定5萬元這個數字呢 像我們現在大松的食物大概 像現在的量短期就是3萬5的食物 那再來一些人力的部分的話 這邊也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揪松 平常辦一個大松有需要做些什麼事 那這個是揪松的trailer 就是每一次所有的任務 我們都會在這邊整理所有相關事項 那這邊就有列出一個大松 譬如說這是1月6號中文院的大松 從1月6號辦大松 然後我們從11月中就開始命名 然後做圖 然後KKTIS開各種東西 然後開始有宣傳 然後會有做菜單跟點菜 訂餐 訂食物 廠部 整理物資 然後跟要在大松前就要先確認 譬如主持人開場每一個項目有誰 這些我們都要想辦法找到相關的志工來幫忙 然後以及所有的要盤點好帶來的東西 帶走的東西要移植都在這裡 所以其實辦一場大松需要的人力真的是蠻 就是蠻多專業或蠻多經驗蠻重要的 所以這部分其實也會需要 就關於人力的部分 可能也需要拉一部分預算出來 然後所以可能一次大松我們要以5萬元為目標 那麼想說就是那可能企業就可以譬如說2萬元起跳 說欸你可以 我們只要能一個大松找到3個企業 或是一個2萬一個3萬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成功辦起一個大松 或是也可以某個企業就一次捐5萬 他就任養某一個大松 那費用的話可能可以走 他用捐款形式 或者是我們時報時銷 就是當天所有發票報他們統編了之後 他們就再給費用 這兩種形式都可以 那麼可能有一些回饋 就是例如說這個大松 就是可以由那個名字 可能後面就灌上他的產品 他想要業配的產品 或他的公司名稱 然後或者是說我們開場會有一些 讓他可以介紹他想要推廣的產品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我們各種形式可以打他的名字 或者他可以短講 或者是說他可以在現場放任他的公司 攤位介紹他的東西 那以及會送一些可能贊助者票 讓他們可以不用搶票 他們可能就會 像Peter有問說有數量或轉任限制 這些我們都可以討論 或者是他也可以優先提案之類的 那可能對企業來講就是 他一來是可以滿足他的企業社會責任 然後也可以介紹他的產品 然後以及他可以 因為我們現場照片有滿多人參加 所以可能對他們來講 是可以放在他們的那個 社會協會責任的報告中 一樣滿不錯的照片 所以他們贊助了一個這麼多人的活動 之類的 那這是其中一個方向 那也有人提議說 其實我們不一定要依賴企業 因為以具體來講 如果太依賴企業 那萬一到時候企業說 我不喜歡什麼提案 他會阻擋什麼提案 所以如果目標想要回到自己的大松自己付的話 那也有人提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每一張門票都有一個基本費用 就我們再也不做免費黑客松 就大家要付錢 但是因為要考量到一些新參者 或一些學生族群 他們不一定能夠支付這樣的費用 那我們是不是有部分 比較有餘力的參與者 或是你甚至沒有要參與 那你願意出錢的 你可以付代用票 就說我願意資助 就一個人每個人300塊 我願意付3000塊資助10個人 那這些代用票 我們可能會設定一些規則 例如說學生或新參者 你可以寫一些 你願意為GMI大統你想做什麼東西 或你要怎麼來參與 你寫一些說明 那我們會就是讓這些 就是會讓新參者還是有機會 可以不用付錢來參與 對 然後再來是 非常感謝這兩三天 有很多人增加訂一訂的捐款 所以我們這兩天已經增加 每個月增加1500 然後現在已經到3萬元了 對 所以如果繼續成長下去 也許我們也不用那麼多方法 就是靠大家訂一訂 也可以讓我們大松可以養起來 所以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就是有頻道就是如果大家想繼續討論 歡迎來到這個頻道 那個舊松台灣募款執行頻道來討論 然後歡迎來分享各種 你覺得你願意為一次大松付多少錢 或你不願意付錢 你也可以講 就是反而任何你對於 參加黑客中跟錢的關係的事情 你都可以講出來 然後可以分享你的想法 或你還是有覺得疑問說 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錢 你還是有疑問 也歡迎都可以提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近期會舉辦一場 舊舊 舊松松 這個小松就是來討論 就把這些東西再來討論一下 所以歡迎大家也可以關注他這個頻道 然後也請大家多拉人進來 定期定額 然後再來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NPO Hub 現在舊松也有在養NPO Hub 這辦公室的租金 NPO Hub 我們可以使用那個 20人空間的廚房 跟60人空間的一個大會議室 所以歡迎大家今天的提案 假如想繼續延續下去 不想等兩個月等7月的黑客搜 那麼你可以來去NPO Hub 借小松場地 因為我覺得GMP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持續有產出有影響力 才會讓更多人認識GMP 那更有機會讓更多人願意 投入資源來幫助GMP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 歡迎大家 由場地需求 由小松需求都可以來申請 好 謝謝